我刚才出场的时候 有没有听到千年等一回 对啊 白蛇转 大家说 我聋了吗 我相信现在所有的同学 一听到那个歌就会很开心 因为一放那个歌就放假了 电视里面只要白素贞一飘出来就放假了 那我们那个时候 听到这个歌开心是因为真的开心 那个时候我还在中江 就是我的老家 就走在那个街上啊 就有很多小卖部啊 每个小卖部的电视都在放新白娘子传奇 那时候我非常迷这个剧 因为我觉得白娘子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我就看那个电视 每次我就等爸爸妈妈一出门 我就开始把电视打开 然后就看 听到有声音要回来的 我就把电视关了 可是每一次 我的爸爸妈妈都会发现我看过电视 因为他们很贼啊 这样说自己父母好吗 对不起啊 爸妈妈 他们很聪明 他们就回来就摸那个电视机的温度 热的 热的 那后来我也学经了 我就每次放五分钟 然后我就开始删 再放五分钟我开始删 那后来他们就感觉不到了 我还想到一个好办法 因为那个电视机在他们的房间里面的 这边一个角落 我呢 这边是我的阳台 我从阳台上面伸了一个杆子 在杆子上面安了一个小镜子 就这样伸过去 那他们里面在放的电视剧 我都可以看到 但是字幕都是反的 反的OK啊 只要可以感受到 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感受不到 我们那个时候那么爱看电视的感觉 因为现在有的时候 你们错过了一个节目 或者一个电视剧 你们就会就是上电脑 然后去看 我们那个时候是不行的 就错过了 就错过了 但是我最开心的是 今天这个节目 我请到了白娘子 到我的节目来 赵老师 赵雅之本人吗 白娘子 注意啊 要进来蛇了 还要请到一位 我从小心目中的英雄 的师父 唐僧 我真的要跟大家交心 我小的时候 真的以为白娘子和孙悟空 是真实存在的 我甚至长大了 我走到西湖旁边 看到那个雷锋塔 我真的觉得 白娘子是压在雷锋塔下面的 你们一定会问我 你只看电视机 不看书吗 其实不是幻想 也不是不看书 是心里面的那个 同心 是一个同心的感觉 还有就是 我喜欢看的是 公斗戏 公斗 很多公斗戏找我演 疯了 我就拒绝了 我说为什么呢 你找我演公斗戏 你找我演一个善良的好人 一出来就知道了 没有什么悬念 如果你找我演一个坏人 大家不信 你想如果有一场戏 是我要给某某飞子下毒 我一出来拿着 好外在的演技 今天死定了 哪有这么性感 美妙的 她不是说得很远吗 我意思就是说 就是现在的很多 就是我们自己主持人的这种形象 会容易深入人心 是在夸自己吗 今天我非常开心的 把这些 我心里面很喜欢的角色 还有很喜欢的角色的师傅 师傅不是我喜欢的角色吗 你不喜欢他还硬把他弄来 唐僧我也喜欢好吗 唐僧也是很好看的 很好看 大家知道西游记换了三个唐僧吗 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 没有看出来换过 杰哥 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朋友 来到现场 我们首先来一段辩论大赛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 那就这么说 第一件也有可能是最后一件的辩论大赛 那是辩论三 先进行做件事要是 那边那个吴大郎 你先来 什么吴大郎 你眼瞎人家是许仙 他说你是吴大郎 那时候大家说 你说你是许仙 全场都笑了 那大家觉得我更像许仙 还是像吴大郎 吴大郎 吴大郎 你 我不要跟她说 我现在卖烧饼 我的娘子在那边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许仙 这是娘子还是娘 我家娘子切擺 我哪里找 娘子 我在这呢 我哪看的 我确实你不跳就找不到 大郎和潘金莲你知道吗 记得了 我是许仙 许相公 好 大郎请回去 还有这边这位 拿个那个托把的朋友是 这是谭壮 我是唐僧 平僧来自东赌大堂 去西天 拜佛囚鸡去列 唐僧 你的秋衣露出来了 我是唐僧 当我跟他们俩站一块的时候 我就是法海 我就差一脖儿你知道吗 娜姐 你今天是 我今天演的是皇后 啊 做这个菜啊 要不要啊 夸张 最近我在 对那个这么说模仿 太多那个菜肠分了 现在发信息都不理我 我办的是皇后 皇后 皇后话还没说完呢 你就问我 你胆子真的太大了 真是的 皇后饭 别给他跪下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 华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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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以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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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一战红 快点 了 哈哈哈哈哈哈 皇陛啊 最近 是终毒了吗 你的头发是 没有 我头发因为太重了挂不住 皇对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是刘桓来的 我刚才 哈哈哈哈哈哈 丁周星星是美丽的我 哈哈哈哈哈哈 我刚才拍照的时候跟他们说了 我说一会给我劈点脖子出来 哈哈哈哈 有的有的有的 哎 哎哎呀呀那我们只有尺度的你这怎么能对啊 对啊 滑飞滑飞 好了速尽了 直接奏起我的音乐 是我的音乐 我是这个 哈哈哈 reportedly 很多事 12 addition 我今天演的是少年包青天 少年包青天 就没有强调少年 包青天的月亮都是白色的 你怎么是整的黑色的 你娘子已经坐我旁边了 是谁不能黑白配 什么东西 我们今天齐聚一堂是要干什么吗 是要辩论大赛 双方分为正方跟反方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变题 前任的婚礼到底该不该去 大家好 这是一个问题吗 当然要去呀 为什么 要要要 背着皇上您还有前任呢 对呀皇后这事我可不知道 皇上不要相信他 这只是一个游戏 华妃你的婚礼我不就去了吗 我当时去的时候 我又不是你前任 你爱来不来 你的老公就是他的前任 为什么 一个皇上呀你们选 皇上娶了他还是跟我在一起呀 你现任 对哈 同时的哈 皇上是我的 我参加了你现任的婚礼 你好适合啊 结了啊 皇上 皇上 成绩做不到啊 起来吧 每个月娶一个 要不要拉我活呢 你这样 我歇一会儿 蔡少芬已经拉黑你了 前任 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前任 我一辈子 我一辈子 我一辈子只爱杰哥 只爱杰哥一个人 真ва缘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对呢 刚请住了几个妖杯 欧香住了几个魔婆 十美王良 怎么他就这么多 怎么呢 对不起 谢谢我弄死你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差不多得了 我都跪了 哈哈哈哈哈 百评 有一个人听清楚题目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前任 我觉得一个人就不应该有前任 说的好 爱情就应该从一而说 本观就这么清廉 儿子 儿子 欧大人 你此言差异 对吧 你刚才说了一个人就不该有前任 你就没听处题目 今天的遍体是前任结婚了 我们到底该不该去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有前任 前任的婚礼我到底去不去 你的前任是谁 你的前任是谁 我已经定了我就有前任 定了我就有前任 我不可讲我前任的婚礼 你什么 反正他们都是蛇 他现在已经修炼成人了 进不去了都在洞里 来吧 下一个遍体 下一个 下一个遍体啊 相亲该不该化妆 我觉得相亲就应该化妆 你相亲的时候是一个人 真正结婚以后回去卸了妆 又是一个人 等于说讨了两个老婆 你在暗示谁 你在暗示谁 我可没说 你那眼是出卖了你 我没说这些人 所以你暗示白娘子化过妆来的是吗 我们都天生丽质你知道吗 看看皇后 还用化妆吗 用吗 皇后现在是素颜 娘娘你说化不化妆 不化呀 我从小到大就不知道什么叫化妆 上天给很多人是不公平的 就是给有的人是化了妆和不化妆就没差 我是不化妆不化了妆没差 我们辩论还是要理智一点 那娜姐 那今天起来的时候 你就穿了这一身衣服就起来了 是啊 我非常担心杰哥的那个 本官 本官的无杀梦 我一定是会化妆的 因为就我这么多年相亲的经验 你相亲都是主要吃饭是吗 主要是约饭 相亲为什么 不就为了蹭论饭吗 我长胖是因为相亲而长胖吗 相亲次数太多 然后每次都是对方请客 不要吃饭 但一定要化妆 我觉得是对对方的一个尊重 想当年我跟杰哥那一次 我相亲做了几个愚蜢 我相亲做了几个愚蜢 去美光亮 怎么谈 这都不够 好 算了 还是我来演个龟臣相 结束这个 来 下一个 包枕一秒变龟臣相 来 先有请包枕 本官开封府包枕 有请龟臣相 三开封府 下一个辩词是 结婚礼金本来只想给一千 结果手机多按了一个零 变成给了一万 那么多转的九千 要不要要管 所有的是钱 而且到时候跟我结婚的时候 她还得再还过来呢 一般你给人家一万 人家不得给你一万零二百啊 你也中了两百 不是 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我觉得谁敢拿皇后多一个银子 我肯定会杀了她的 那行 咱俩俩演一遍好不好 如果你收了我这九千 我就不祝福你的婚礼 大怕咱俩演两口子 已经打完了一万 我从我辛苦赚钱开始演 你从出生那天开始演 好了 钱已经打过去了一万 哇 皇上 咱俩结婚 皇后给了一万呢 天哪 皇后给一万都给少了 皇后真是大早 还不还 太好了 皇后 你快去死了 还不还 赶紧还 你还不还 还什么 我都打了九千 你还不还 我只有一万块钱 多给了九千块钱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把那九千给我吧 好吧 但是你其实生活中 有真实的给人给多钱 要回来的事 真实的 你们知道的吗 对 沈腾的那次 沈腾过生日 我喝多了 就帮她结了账吧 我当时也没多少钱 后来追债追了十年 其实是要不回来的 要回来 因为她来上了一趟这个节目 没给钱 父亲没有给钱 还给了我一些钱 我们肯定是抹不开面的 因为我们都是 有头有脸的人物 如果真的打多了钱 肯定是不会要回来的 但是比如说 她只请了我一个人 我会带我祖宗十八代 去参加她的婚礼 去就给她做满 你怎么带祖宗十八代去啊 吃都要把她吃回来 但是这个就至少不亏 就说你给了一份钱 给多了 然后你会把所有 你的亲戚全叫过去 如果没有那么多位置 你让亲戚站着去 站着呀 就自助餐呀 这桌的鱼还没吃完来 那桌的皮盘 这一招其实挺好的嘛 对不对 又不伤面子 那会被赶出去啊 我就说那些人我不认识 就用这招 如果多给了 他们不要会来 但是他会 吃回来 下一个变题 哇 好残忍 什么 这个变题是 贾琳该不该减肥 你们管得着吗 你现在是华菲 我是华菲 我们说贾琳 你们这一对是应该减肥 你们是不该减肥 对 我们也不该减肥 我们说应该减肥啊 那你先开个头 这个小浪蹄子 早就该减肥了 我觉得贾琳应该减肥 因为大家都看到过 贾琳以前在网上 有一组非常瘦的照片 在天安门那儿哈 没看过的 来上一下 天安门啊 我的天啊 右边这个是贾琳啊 其实是一个美人 贾琳你可以告诉我们 这么多年你经历了什么吗 你想知道我怎么胖的 对啊 我有个好朋友叫曲颖 他就带着我去吃 湖南的好吃的 然后后来我们俩就一起胖了 然后我就停在那了 他是超模 他走两步 他又瘦下来了 然后我就一直胖在那 大家都看到贾琳之前的照片 其实是一个美人胚子 对吧 美人 贾琳是属于肉头型的 对 我为什么觉得贾琳不应该减肥 他越胖越红 真的 而且女孩子一定要有点肉 一定要胖 这样忘腹真的 你说杰哥不应该这么想 贾琳越胖越红 真的 我承认贾琳是越胖越红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迟迟没找到合适的人 就是因为他太胖 你这个说得好狠啊 我们大家都在开个玩笑 你说真的 你干真的 我们大家都在开个玩笑 你说真的 你干真的 我们大家都在开个玩笑 我就是我不说 我不想说 闭嘴 说什么真话 家里会疼啊 你来干嘛呢 你得罪我 你知不知道 我们都在开玩笑 我们穿着衣服在这玩呢 看不出我们伴着角色吗 没事没事 消息消息消息 你为什么要说真话 而且你因为你说的事 谁不知道啊 你不会嫁不出去 有人喜欢胖的 多少人喜欢胖的呀 对 很少的人 就我们这边喜不喜欢 有些有观众非常大声地说 你喜欢 你喜欢贾琳吗 喜欢 我问他们喜不喜欢胖 他们以为说 我再问他们喜不喜欢他们胖 他们就 喜欢贾琳吗 喜欢贾琳吗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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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动流亚天生的 大不了头战 再来 最后个变题就是 梦想该不该追 皇后对是不追 我问你 华菲对是追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各自的梦想 梦想 好 皇后您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想当太皇太后 这就是我的梦想 许仙 许仙的梦想就是要跟 白素贞 白素贞 永远在一起 阿海的梦想就是把他收入囊中 你是唐僧 对的 唐僧的梦想就是西天拜佛求精 我梦想成真了 所以不用追了 对这个 咖啡 我的梦想 干掉你 干掉你 好好干掉我 当上皇后 好 ok 你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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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概在四十几集的时候 那个 壮想死了 你梦 你干掉我当上皇后的时候 我已经当上了太皇太后 哈哈哈哈 龟丞相您的梦想是 我的梦想从大海里出来 哈哈哈哈 什么龟丞相 我包大人这辈子 就没有人说过我白 我就想美白 哈哈哈哈 我希望我的肤色越来越光滑 就这样 我们是追 我们要追 我们要追 是不该追 不该追 我当了皇后够了 我觉得不要再追了 如果让我的人生 重新来一次的话 我希望我在田间奔跑着 和我的小伙伴还有狗 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要追 怎么可能不追呢 你现在已经是皇后了 你当然不追了 我现在还是个妃子 我再不追我40多集的时候 我一头磕死了 你就是追40多集也是磕死了 哈哈哈 那不一定 现实生活中 谁知道啊 是不是 等我当上皇后以后 享受了那份荣耀 再说 再说 哎呀 哈哈哈哈 哎呀 哈哈 炸死了一个 炸死我了 我想我想重复一下 刚才的情景 许仙被砸得差 炸死的时候 白娘子怎么了 炸白娘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么嫌弃吗 艾伦 好像早就想让她过去了的感觉 哈哈哈 是吗 这梦想就是赶紧到下一个环节 哈哈哈 哈哈哈 刚才我们非常激烈的辩论 哪一队表现更好呢 一号摄像师大哥 你觉得我们哪一队赢 哈哈哈 你觉得哪一队赢 左右两边 哪一队赢把摄像师放过去 你刚才对着哪一边 好吧 来 谁 现在镜头里面是谁的脸 你是不是喜欢贾铃啊 是 你看看 这个她不公平 哈哈哈 你说她该不该减肥啊 哈哈哈 好 我跟大家宣布一下 白素贞的梦想圆满了 哈哈哈 进入下一轮 哈哈哈 哈哈 谢谢大家 刚才的辩论赛开不开心 开心 尤其贾铃 釵梦 钦小李 假李 慢慢冷 钦小李 笑 h 合 那就这么说 这么热烈的欢迎我 有没有 有有有 刚才介绍了你 我说很喜欢看你演的电视剧 比如说 我很少演电视剧 你马上有一个电视剧要上来 那姐你这么好啊 我跟好不好 鲍贝尔 一把我这个拿到胸上 有点尴尬 没有 咋这么上啊 来来来 谁这么惹 你介绍一下 我跟鲍贝尔拍了一部叫 欢喜密探 马上就要播了 古装戏 古装喜剧 你演的是一位青龙女子 好像是 是吗 怎么呢 和是吗 投牌 投牌 那欢喜密探 什么时候可以上呢 应该就在今年 给贾连掌声 希望我们的这个 欢喜密探成功 谢谢 那我要问一下贾连 你喜欢的电视剧是什么 跟大家喜欢都差不多 我小时候也是喜欢 新闻娘子传奇 那你演哪个角色 王道林啥的 法海啊 我没有 我也表了 那个姐姐那个角色 二奶奶 你别说还挺像的 许先那个姐姐 你比较容 那是很喜庆的感觉 对 原来我们小时候 都是一样长大的 那我从小看你节目长大的 我从小看你演 法海长大的 你俩同龄人 当然一起长大呀 我们俩是同龄人 我现在二十二你呢 我十八 我想过你少说两岁 真的没想到你少说四岁 我当时说完二十二 我有点生气 我觉得我应该说十八 如果我说十八你说对啊 十九啊 我说我真实年龄就好了嘛 是吗 贾连 今年十九岁 如果下次我见到别人 再问贾连 你是不是四十五了 我就跟你急 你又说十八了 当时还不问的 我是真急 那只是虚岁 还差两年呢 这儿就虚岁 来干嘛来了我了 我们有请 你的好朋友 你来请好吧 哎 有请我的好朋友 大开 艾伦 耶 哇 耶 你们两位真的人气很高 你知道吗 那主要是他高 不 你们两个都高 我是个头高 我是个头高 对 对 你们三个人的作品我都看 真的很好 很喜欢 那给谁的你不看 谁的不看 对 你点出来 说出来 我们绝不告诉 你还真要说是吧 还把麦挪准 你介绍一下 他们两个的优点和缺点 没有优点 缺点是 你的两个朋友介绍一下 我的两个好朋友 我觉得他就是 不是那么的善言辞 以表演为主 你交给他一个角色 他会拿捏得特别好 换了起就是两季 他可能占满了二 全勤奖 全勤奖 24勤 24个多 24勤 不容易 大潘呢 该我的该我的 盘我盘我盘我 大潘挺好的 没了 完了 大潘是我的 就是相当于闺蜜一样的 一个人 我是他的师姐 他是我下一季的那个学生 男主岁比较大得多 岁数大很多 大60多岁 你不是那种 我觉得大潘是一个 给作品加分的一个演员 说到小相声 其实我也是有一个 那个小愿望 相声梦啊 不是 但是也想尝试一下 因为我知道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真的 不是 因为贾灵也是很多年不说相声了 所以我真的想他在那个那就这么说 说一小段 那我呢可以当捧根吧 捧根啊 你占老白的位置是吧 但是有一个 我从来没有学过 也从来不会 那我这样好不好 我教你一些捧根的最基础的一些东西 好不好 捧根有一些最基础的就是 嗯 嗯啊 这 这 是 还有我呀 太 别挨骂了 我呀 最后一句是别挨骂了 但是有嗯啊这是 就是这些都可以随便说就穿插在里面啊 嗯嗯嗯嗯嗯啊 啊啊 这 就要摸肚子吗 哈哈哈 这这我习惯肚子 这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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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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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哈哈这是你跟你 哈哈哈哈 一定要叫停 嗨不是不是 嗨的时候 因为你比如说这是这是你的痘痘 因为你一直在跟他捧吗 嗯啊这是一样说到那个嗨的时候 一定要亮相给观众 嗨 哈哈哈哈 嗨 哈哈哈哈 最后一句是所有的这段相声结束了以后 你要说一句 别挨骂了 哦相声的兜底的一句话你妈 对对 别挨骂了要叫吗 别挨骂了 你怎么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哦 哦 哈哈哈哈 学生贾铃 嗯 哈哈哈哈哈哈 谁要给我介绍 贾铃 谢娜 同个人可以报名是对啊 可以可以可以 同个人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 我呀 哈哈哈 来来来来啊 学生贾铃 学生谢娜 上台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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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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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前面也没教过呀 贾铃 谢娜 上台 鞠躬 然后叫这样鞠躬是吗 不用 不用那样的 就就 就 鞠躬一下 学生贾铃 学生谢娜 上台 鞠躬 谢娜 谢娜是我的好朋友 嗯 哈哈哈哈 有质疑 谢娜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头很方 啊 哈哈哈哈 它不光现在的头方 小时候的头更方 方到什么地步呢 就像咱们北京人 胡的那个风筝 叫屁脸 就 哈哈哈哈 放学了 一堆小朋友围过来 哎呀 谢娜 哎呀 你头真方 真方 嗯 丑 不好看 哎呀 谢娜现在就难受 就哭 就跑 然后边跑边哭 边哭边跑 跑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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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飞起来了 哈哈 我呀 哈哈哈哈 后来跑到家以后 然后她的妈妈就安慰她 她就跟她妈妈说 妈妈妈妈 她们都说我的头很方 然后你的妈妈就安慰你 啊 哈哈 安慰你就说 说哎 乖女儿 别听她们的 咱们的头啊 一点都不方 哦 一点都不方 乖 哈哈哈哈 嗨 后来她妈妈就说 娜娜 咱要以事实为依据 你看 我呀 哈哈 这个口不对 那边扔口井 你过去照照 咱脑袋到底 方不方 哎 哎 然后娜娜就走到井边 刚一探头 底下一个 修水管的工人抬头 看着娜娜就说 吹 小子 别往下扔板砖 别挨骂了 哈哈 嗨 非常好 可以是吧 非常好 哇 我好想 好想学呀 哎 好有意思啊 可是这个是捧人的基础的 其实 哎 哈哈 别挨骂了 别挨骂了 不用从裙子撩起来 别挨骂 所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相声 我们大潘和艾伦 你说演喜剧啊 这是需要基本功的 是的 我们接下来请艾伦和大潘 给大家展示一下基本功 好吧 好 哎呀 大潘最早的时候是打快板的 那大潘这样吧 那你打 我就跟你说一段吧 可以 行了 他还打你 说 嗯 OK 我们俩来一个小段 然后我打板 他唱 我呀 我也想感受一下 在这边 那边可是 好 打花 嗯 哈哈 好了该说了可以说来了可以说了 一个工人盖楼房 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 我这把菜没扔出去 我来一段 你们来打我来说 我给你打 我小时候念的 有个小孩穿花鞋 他歪歪扭扭去上学 老师说他年纪小 他背着书包往家跑 跑 往家跑 跑 那姐 不是 我心里一直在疑惑 前面是快板演员展示的时候 等到这个时候的 所以他一直在说 别挨骂了 走你 有个小孩穿花鞋 他歪歪扭扭去上学 老师说他年纪小 他背着书包往家跑 跑 跑 跑不了 聊 聊 不起 起 起 起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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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学 学 学 学文化 画 画 画图画 图图图书馆 管管管不着 找找找到火 火火火火车头 头头大馒头 我吃了 你馋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 别害怕了 好 谢谢大家 你们觉不觉得 就是最害怕的就是 你们私底下 就是排好的 觉得很好笑的部分 上场一演 然后下面鸦雀无声 就是比如说这一个包袱 有 如果说这包袱 我们要笑死了 在下面排 完了一上来一说 下面 没想 我有一次 我的经历 就是说相声的时候 因为平时特别可爱 然后我们彩排的时候 班里的学生看着 觉得好好笑好好笑 我们相声演员 当时学生 最喜欢去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学校 一个是部队 那是提高我们自信的地方 因为你在那 我太捧场了 你在那说什么 大家都笑 我那一次给部队演出 底下鸦雀无声 当时我还好 我当时就是大潘那种 不要脸 我该说什么说什么 我旁边给我凉活 是一个比较专业的 是一个比较专业的 算是老艺术家 在台上就已经开始 哎那您得说一说 下一段 哦嗨嗨嗨嗨 也是嗨嗨是吧 是 以着桌子你知道 那个抹布就不停地在擦 声挺 艾伦你有吗 想好的包袱没有想 我听别人给我讲了一个段 大家都认识他 文松 我就是要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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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不爱你呀 我要在上海滩 闯出我自己的天地 我要收保护费 我要欺负别人 要刺激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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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要刺激 他跟我说了一个梗 特别有意思 他去走场子 他之前学的是四川变链 他要变链 然后说他是压轴 最后一个 对 然后老板跟他说 文松你过来来压找 文松说没问题 我保证让全场齐力给我舞爪 刮上来打圆铲 第一个脸 啪啪 底下鸦雀无声 没反应 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是文松一愣 我说怎么了 怎么会鸦雀无声呢 不行再来第二个 打圆铲第二个 哗哗鸦雀无声 然后文松就慌了 又开始打圆铲 他总共就准备了四张脸 哗哗第三个脸 鸦雀无声 我当然也特奇怪 我听说文松你到底怎么的了 后来文松就边走边摸他那个 因为他有机关嘛 他发现他瞪错了 他是从里边瞪的 走了四个圆铲一张脸 哗哗 哗哗又一张脸 真好笑 他里边瞪着 都不刮鼻子吗 当当 他还说这个脸怎么越来越远 但是他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就是转了四次以后 最后都变没了 像自己在他回的时候 发现他那脸越来越远 从里面 从里边往外蹬 哎呦 我觉得就是经常会发现 还有笑场 我觉得这是在台上最怕是笑场 对对对对 捞不住 但我感觉艾伦好像应该就没有笑场过 因为你是那种很 应该是很认真演戏的那种吧 其实 可是你跟沈腾演会不笑场吗 所以我不跟那一块钱 他有一次演一个兔女郎 屁股买个啾啾 老吓人了 屁股买个啾啾 屁股买个啾啾啾 还那么蠢萌的表情 你知道吗 麻花现在笑场 发钱哟 发钱是吗 发钱 完了我估计得 结果演完 演完你的戏房子都没有了 但是虽然发钱 我们最后演完了 还都是笑着 给你五百 给你五百 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 有的时候是舞台事故避免不了 有一次我记得我演一个古装戏 然后那一场戏是 我要提前在一个石头里面 藏至少五分钟以上 八分钟 你就跟娜姐演那个美人鱼一样 不只藏了二十多分钟 不只藏八分钟 藏了二十多分钟 整部戏啊 然后我藏习惯了 然后之后就里边 带点糖放在里面那石头里 我就蹲到里面包块糖 然后想想往睡会儿觉 反正只要别误场就OK了 然后结果之前有好多大戏 一个五行跟那翻翻翻翻 就把一脚给我上面那盖踢飞了 我这会儿不该出现 我就一愣拿着糖 然后我看他们所有人都在演 所有人都愣了 但是这个戏就属于脚子 因为我不应该在这个场合出现 然后没有办法自己卖出来 就把这东西拿着就干了 所以到底所有人装没看见 咱们怎么样怎么样 这也特别尴尬的一件事 我知道就是已经过世了 就是台湾著名的那个戏剧表演导演 李国修老师曾经说 说合理笑场 其实我特别想要学的 就是那种合理笑场 有很多演员 像大潘就是属于 经常是合理笑场 而且他的那种笑 会带众观众 会感染观众 对对对 有的时候没办法 就像他们演一个戏 就是说大家都要 就是站在旁边看着一个 也是一个 就是一个人就是死去了 就躺在这里 然后是夏天 他粘着那个胡子嘛 那胡子呢 就开了 你知道吗 开了以后不说 因为那个胶融化了嘛 开落在这 那这以后呢 突然有一个苍蝇 你知道吗 就一下粘在这 就走不了了 你知道吗 还有呼吸 对对对 全场所有人就是 你们演员是不哀 你知道吗 然后 这个人吧 也难受 就是 然后大概 对好多笑场 真的是没办法 因为舞台 它就是真的是 一溜水的过来 所以遇到笑场啊 或者什么的 其实还是要去自救 有的时候真的是 就要在这个舞台上面 随着这个经验 越来越多的 要去感受的 学习的东西 接着进入我们 那就这么玩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 口型猜话大作战 口型猜话大作战 嘉宾两人一组 一人戴上干扰耳机 请看另外一人的口型 猜出他所说的内容 猜对最多者获胜 开始 先唱一首 何老师的歌 何老师的歌 智子花开呀开 智子花开呀开 气死我了 像晶莹的浪花 盛开在我的心海 是淡淡的青春 纯纯的爱 太蠢了 猜对一个字 哈哈哈哈 换一首 你老公的歌 张杰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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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你歌 你老公的歌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她不懂你的心 假装冷静 把 鸭骨 鸭骨动一动 哈哈哈哈哈哈 鸭骨动一动 她 她不懂你的心 发狠了杨丽 假装冷静 她抓了她 撒 哈哈哈哈哈哈 逆战 逆战 哇 逆战来也 逆战 来也 哦是歌词吗 来也 那你歌词他肯定是个歌 哈哈哈哈 哎呦还为难呢姐 我想 我想超越所有 我 我下 超越所有 戳 戳 我 我想戳 我想戳 用 所有 所有困难 戳用 所有 而我们却不一样 而我们却不一样 而我们却 而我 而我妈却 我妈 抱我 虽然都有 共同理想 一起加油 哈哈哈哈 我妈抱我一起加油 哈哈哈哈 对了 全部都猜对了你 对了吗 你也太聪明了 对了逆战 全是歌词 对了 你这样的我想 而我妈抱我 一起加油 哈哈哈哈 哈哈 有一半吗 目前对了三个词组吗 对 逆战 张杰我想 哈哈 来你们来 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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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不用 他说 你们一起 看 雪 看星星 看月亮 疯了吧 哈哈 快点吧 这个 他说 他说 对 你们一起 你们一起 一门一起 你们一起 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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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雪 寒星 寒星 寒雪 看星星 寒雪 寒雪 寒 看星星 嘿嘿嘿嘿嘿 别像 看月亮 看树 月亮 树 啊 月亮 对 从诗词歌赋 谈到人生哲学 太多了 用第一句从诗词歌赋 从诗词歌赋 这句话不太好说 诗词歌赋 诗词歌赋 七七七七 哈哈哈哈 你不太没口语是变化的 诗词歌赋 哈哈哈哈 谈到人生哲学 人生哲学 哈哈哈哈 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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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嘚嘚嘚嘚嘚 谈到嘚嘚嘚嘚 哈哈哈哈 从嘘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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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雪 看星星 看月亮 不要提醒他们 都是我的错 我的错 都是你的错 你痛 我走 你痛 我走 别过过过 我痛 我也痛 我 我也痛 你痛 一起痛 我也痛 一起痛 你痛 我更痛 你痛 我也痛 你痛 我痛 爱情统变成命案了 我更痛 我更痛 你很痛 你很痛 来 走 好 好 好 厉害 厉害 小林姐 你好瘦啊 什么 你好瘦啊 好瘦啊 少说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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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三次 三次 漂亮 勾股定理 公主日记 是一个基本的 死一个基本上 几何定理 几何定理 指责自己 A和B A和B 嗯 为直角边 以为是照片 C为斜边 心 为斜边 心回几何变 那么 那么那么 A的平方 A和平方 加B的平方 B的平方 你是不是在骂人呐 是不是在骂人呐 哈哈哈哈 等于 比如 C的平方 C的平方 我的我的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 那姐的歌的尖奏 我要好好的听一下 活泼金属心 我们去吃鱼 和 和 吸硫酸反应 和吸油 酸 吸油酸菜 吸硫酸反应 吸硫酸反应 吸油酸 吸油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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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一起 能够智取 能够指出 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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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利用 可利用 和酒 和酒 哈哈哈哈 向下 向 向下 谢娜 谢娜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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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空气法 把工资法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眼保健操 眼保健操 脸跑带撩 脸跑带撩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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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OK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喜剧对战 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喜剧大战 我们在这个欢乐喜剧人都看到他们三位非常厉害 大师级的表演 我们今天这三位呢 要向他们发起挑战 我们刚才在小白板上面写上了 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我们这边也是在 白板上写上了 谁在什么地方干什么 给对方出题 所以我们现在要同时亮出白板 向他们发 好 我们这边 这边是要 人物是 紫薇尔康荣嬷嬷嬷 在马上 卖包子 我姐卖包子 好 我们这边是 偶像天团 在悬崖边开演唱会 有人看吗 我们三个偶像天团 悬崖边是朝着哪边啊 哈哈哈 朝着哪边 所以我们今天要向他们发起挑战 好吧 音乐还没来 你不要了 不要 耶 我们 啊 谁来回来悬崖边 啊 哈哈哈哈 我们 我们 谁带的路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谁带的路 我没 我没看见下面是悬崖 我们的 这个组合名字叫什么 干的死 哈哈哈哈 干的死 给大家放 简称 干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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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是 干死队 耶 小心小心 大家小心点小心点 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 我们的单曲 笨小孩 呜呜呜 年轻的小城外 有一个笨小孩 出生在琉璃连带 我提起根 川师傅 喊了太阳上 全处在 啊 美人在 啊 啊 鲜鸭 我再一个调队 好了 我再一个调队 好了 我们这个 井库 你为什么用上来的 花 啊 我是掉下去啊 你再推我一次 快点快 一个大包衣结尾 哈 啊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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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现在单飞了 因为我的团员已经 已经摔死了 这种时候干了最好的办法 大家都知道 救我 怎么样 我不想有一个分枪 太难了 就这样了 谢谢大家 我们就算演完了 等等我 等等我 你是谁 你们俩什么日上一晚了 容宝宝 你为什么要追着我们俩不放 因为皇上让我过来卖你们俩包子 什么 你这是什么包子 我这个是皇上的 让我给你拿过来的思念中华面年卡洞包 来蛋黄馅的 你们俩去看杰哥的演唱会的时候 好吃 你别跟我说杰不杰哥的演唱会 到底是几号我都不知道 7月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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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那还有一个月 那得提前抢票 对啊 他赶紧去抢票 你又想走了是吧 你又想走 谢谢 非常开心 我们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的干死队的精彩表演 还有我们广告队的精彩表演 这辈子谢谢他们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那是私房话 好 好了 欢迎来到我们的那是私房话 我们那是这么说也请到你们来 也真的是因为你们平常都在给大家制造快乐 其实在大家欢乐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感动 所以想问三位 就是在喜剧生涯里有没有哭过 哎呦 什么时候 我刚毕业的那年21岁 然后去很嫩那阵 然后去参加一个全国相声小品邀请赛的副赛 那是录制 录制呢所以中间可以打断 那一段相声录制中间打断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我的彭根的一个诗歌 然后突然一下忘词了 他很娴熟 他说我们停一下 然后从这开始接好不好 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脑子就一片空白 因为我是这个词啊 必须得从第一句开始背 就好像正阳刚正形长 正路人烧花鸭烧雏雞 你从后边 烧花鸭烧雏雞 后面就背不下来了 对 从他打断了 从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蒙一下的 脑子一片空白了 说不出来了 说不出来话了以后 导演就说 没事 停一下 我们再来一遍 先说说说说 说到这儿 脑子有一片空白了 过不去了这个件 真的就过不去 像卡迭一样反复三回 我知道那种很难受 我觉得我连词都没有被熟 我怎么配做一个演员 我还想把观众逗乐 我当时觉得特别的自责 然后我不是结束了一鞠躬吗 你就看那个眼泪 啪 啪 眼珠 下台的时候就有一个 一扇大门 我一下一鞠躬 啪 啪 啪 然后就拉拉 啊 我不配做一个演员 我怎么去动笑别人 就我哭得好伤心 我觉得我的职业生涯就完了 旁边有一个老奶奶过来说 孩子 别哭 你刚才说的挺好的 奶奶都乐了 我整个天哪 我就觉得 我怎么配做一个喜剧演员 我在台上哭成那样 奶奶还过来跟我说 奶奶都乐了 哎呦 我就觉得 观众的包容 真的包容 不是呢 超级好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整整哭了一整天 因为我忘词了 我觉得我就不专业 哎呦 我太知道这种感觉了 不录 那就这么说第一节 第一次 不录 那就这么说第一节 结果也是 因为各种原因就打断了 打断了以后我就傻掉了 我觉得我做不下去 因为接下来还有那么多期 我觉得我搞不了了 但是想一想 定定神 过了一会儿 就是观众都走了 我说观众太晚了 就放走了吧 放走了以后 我一个人在那个空空的台上 好像有人互动一样 在那儿讲 我那个时候是第一次 和娜姐合作 她回去就哭了 说不录了 我当时在想 我才来这个节目 咋 本来准备一炮二 想说要起 有点起色 怎么就 对 很自责 非常自责 也没有信心 很怕 我觉得我很了解那种感受 所以大潘呢 说实话 我跟佳佳上那个喜剧人舞台 还很少有人认识我们 我们特别害怕 就演完以后 没有什么反应 你们真的算黑吗 真的是 第一场就给镇住了 我们也想就是一搏 然后后来有一期 就是我们那个 神探那期的时候 我演到最后了 我是一拉联 我说凶手是头儿 然后一回头 大木 降下来了 我就懵了 我说咋的了 这演的不对 不好还是怎么呢 然后佳佳也懵了 佳佳就开始说我词 这啥情况 然后木降下来以后 然后导演说 整个后边大屏幕都黑了 然后好多灯也都黑了 舞台事故 舞台事故 相当于 当时我们俩那个 就是做那个冒汗 流水那个 都没有 都没挤出来水 我是不知道 可能一噎住了 就是挤不出来 王尔一坐 就一直在挤 挤一挤 我说怎么出不来 我坐在那里挤一挤 我说这是怎么办 怎么出不来 然后就一时间 砰捏爆了 整个一股汤全是水 技术开始解决嘛 然后我们俩就出去 跟观众道个歉嘛 实在不合适 因为没演完啊 怎么还得重新再演一遍 而且大家知道 如果笑话和小品 说一遍以后 再讲第二遍的时候 是很难逗笑观众的 很难受 然后他们又重新演了第二遍 那天我特别感动 就是我们俩出几后 迎接我们的是 特别热烈的掌声 然后我说这个 可能技术原因 我们可能需要 重新再演一遍 然后希望观众们 能像看第一遍一样 然后给我们掌声 给我们鼓励 非常好 然后鼓掌 沐伊拉我们俩就 卯着劲儿演啊 就是顶着劲儿演 就是豁出去了 没想到那场效果 第二遍效果特别好 包裹点全对 然后那个笑声也特别好 比第一次演更好 大哥你是不是心虚了 我跟弟妹的感情 绝对经得起推敲 我跟弟妹 就跟你跟你嫂子的感情 是一样的 你没骗我吧 我没骗你 大哥你不是也没骗我吗 那对 那就行 一路走过来 真是观众一路 拖着我们过来的 那个时候 我真正感觉到 一世父母对我们那种爱 我真是那 太感谢了 大攀 有才和好笑好玩 我们都是知道的 喜剧人的这个舞台 是让更多的观众 知道了 家家也是 上位喜剧人 我都开始戴口罩了都 你看 哎呀 我签个名号 伯格 爱伦呢 我从小我爸就跟我说 男人有泪不轻弹 你在喜剧人整个过程中 你都没有哭过 我背地里哭过一次 为什么 大拍他们被淘汰那次 有一次是我们俩 谁分数最低就会被淘汰 那一期 艾伦你没有 没有因为就是排练 因为你待了 每一期都在 第一期第二期 24期 你没有任何压力吗 有压力 有压力 各种压力 我在排练的时候 我就不停在跟任何人吵 吵架 对 我们那阵排练 别看我们在台上嘻嘻哈哈的 那个时候 就那个时期 我是暴躁的 我跟大潘吵了多少回假 就是真的就是吵 因为每个人觉得想到的点 是角度是不一样的 是 就是 脾气 脏 就是以纯发泄 就是脑 纯发泄 纯发泄 拿自己的职业比赛 第一季喜剧人的时候 他一直说 一直在说 我是一个女孩 我干嘛呀 我这样 我一直是 就是一直在在这样 我觉得这真的是 压力一种 我那阵人都不能碰 吃饭吗 不吃不吃 别跟我说话 就已经到那个地步了 后来比完赛了以后 感觉脱胎换股 又回到我那个 经历一番磨难 对 又回到当初自己的那个 很开朗的那个性格 这一点我就特别佩服艾伦 其实艾伦是一个特别 创作型的人才 他不光会演 很多小品 其实他有参与创作 就是我们希望在第三季 能够看到你 好不好 你要坚持成为实际 唯一一个一直在台上的人 好不好 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你们心中觉得谁是 当今中国的喜剧之王 我们一二三一起说 一起说好不好 来 一二三 周兴驰 我觉得特别开心 大家来到这里 杨吕 洪友卓 作为一个偶像歌手 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 希望你一起加油 还有杨迪 特别是今天我们请到了贾连 还有大潘 还有我们艾伦 真的很开心 我们那就这么说 多多少少给大家传递了一些 小小的快乐 或者是有一点点一丝丝的放松 我觉得这就是我 做这个节目这一季的 这个达到的一点小小的心愿 以后也会继续在 每一个有我的地方 给大家带去 轻松啊 快乐啊 然后也希望多多继续支持 我们贾连大潘艾伦